2019年卑诗佛教文化节 于6月8号上午9点半至下午5点半 在温哥华语王公园举行 现场设有佛教论坛 御佛大典 文化表演 素食摊尾 同佛教艺术展 今年文化节更设有共佛斋僧 并有隆重工人佛舍利异式免费入场 上午9点开始 与堪比与41街和King Edward交会处 有免费穿梭巴士街送欢迎参加 详情请到网址 3w.bcbirdistfestival.com 在大温哥华劣质文市举行的签约仪式 吸引多位家中旅游业精英 政商社区代表出席 签约方加拿大星环集团 与加拿大冠军旅游负责人表示 目前市场上对于个性化 定制旅游的诉求越来越多 结合加拿大西岸特有的原住民文化 狩猎习俗等 精心打造的加拿大小众之旅 可以让游客在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之余 体会更深度的历史文化交流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品牌的发布 把加拿大本地的旅游资源 能够更好的推向中国市场 把它作为一个更好的 一个主要目的地的一个国家 去作为推荐 把一些原住民的文化 包括他们的人文 包括他们的历史 这样一些的古迹 还有他们的一些生活的 这些环境 我们把它介绍给中国的这些旅行者 积极促成此次结盟的 加拿大干商联合会会长张荣华表示 构筑这样的家中商务交流平台 可以更好的整合资源 推动两国间的经贸发展 促成双赢的局面 这次我们两家企业的合作 合并强强联署 都是已经落地生根的 华一背景的加拿大企业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让更多的华人 华资企业在这里面成长强大 父皇卫视武警一鸣江温哥华报导